我是从小教授惯养长大的 天资聪慧 却宋武大志 不感觉什么狼华富贵 高发耗禄 都不能使我真正赠负 我唯一想过的 其实只有爱情 我和老公呢 三个月儿 如交四季之下 他却为了读书 是研究生 要离开 我知道啊 他梦想呢 是出人头地 不满足现状 甚至呢 还有两个好高欲援 但因为上季呢 我还是啊 全力的支持的 他考验到那阵子呢 我因为啊 不要 也跟着了 他报名的复习 结果呢 考取了和他学校 一个很远 能运输大学的研究生 双双四季季季季 你啊 是什么好事 我呢 去休息三半 病人呢 是要分居啊 三年 在这段时间里呢 我遇到了一个 叫艾米的女孩 她是一个热爱文学 图书馆的管理员 艾米呢 总是沉迷在书海当中 她的生活呢 简单而诚实 她告诉我呀 她曾经呢 有个千年珠瓦的女孩 但是呢 都因为心目的都开了 艾米说呢 她相亲爱情 但是呢 更相亲人分 她的故事呢 让我深感触动 我们自己的好 自己和老公的关系 并且啊 过分时间的感情 第一次啊 当中学习 学校去看了 她同宿舍呢 去的男生 未曾经送我吃饭 就是这样呢 我认识了她 老公的最好摄友 简称K吧 K呢 是一个阳光英俊的男孩 号称啊 学校的第一帅哥 实际结束的时候 第一眼呢 我和K啊 都有一种好感的 但那时候呢 做梦又想不到 事情会演变成什么程度 那一年呢 我25岁 天儿22岁 也有三年呢 因为距离啊 我一共呢 去跟他们学校 六到七四 每次呢 和K见面啊 都是短暂 在热情 她活不开朗 有种想法 都开心 我知道呢 她是有个霸道的女朋友 有一次呢 她还把她的感情困扰 告诉我 让我跟她分析分析 我当时还想啊 可以真是一个 真可爱的弟弟 我们毕业的一个月呢 一下都突然发生了改变了 老公呢 找工作啊 不成心 总在电话里啊 和我发脾气 我已经好久没见她了 希望呢 她能到我的学校去看我 她总说呢 我听了 三年呢 最少许多 我们的暖心呢 有过去不许啊 就能够来一年都在 我周围呢 出现过一些追求者 我从来就死能过 因为我爱了 只由我老婆一回来 可一个 比如四 那一开箱到 今天女的梦子 又有声音走 一天老梦的时候呢 永远一点暴走 我们心情感觉 丁度一场下 我真后悔啊 当初放着好好的日子 不过 出来督什么眼督声啊 那一次吵完了下呢 她收到电话 我过了一会儿打给她 她们的宿舍找她 K姐的 说她呀 上网子去了 K显然知道呀 我们是城下 心情问我 怎么了姐姐 你时间呢 我光溃了 就是电话在头啊 她一个好 我从大了度 把所有委屈呢 用脑袋来到 她不停打累我 后来呢 又手机呀 给我打拨打 我们一直聊 一直聊 聊的呢 大概一会儿的形式 聊到凌晨两夜 我以前从小妙 没有和女后人这么聊过 那 包括呢 K显然吃了老公 去可找什么 老婆心情了 只剩下最后 K说啊 我喜欢你 没有意外和惊讶 一系列的好啊 像是明明终于 凌智天一般 第二天呢 K做了12个小时的硬座 出现到面线 一线呢 水到去上了 事后呢 我们都感觉了 对不起我的老公 K说了 如果你愿意离婚 我一定娶你 如果不想离 我就把Pini啊 拦在肚子里 我明确地告诉她啊 我不离 K和呢 谈了三年的礼物啊 分了手 我们呢 在校外做了房子 同居了一个月 也许呢 一个人啊 心里有事 真的可以同时 装三两个人 如果说呢 第一次和K呢 在一起 身体室的记性 那在一个月之后呢 招式相处当中啊 我确实对她 有了些心情 很多的关系 细腻 把我照顾得 无微不至 更难得的是啊 我们很多的想法 都不谋而合 很多喜欢呢 都惊人的相似 有一些呢 我们一起啊 照顾镜子 竟然发现 我们的眉眼 长得那么小 可以惊叹 也许啊 我们上辈子 就是不习惯 这辈子呢 全身差影错了 我当时心里啊 真的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 那时呢 每次喜欢老公的电话 都为我的 撒谎而泣酒 但面对K呢 一下都泡到酒笑容外了 不得不承让 那是一段 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牵着手啊 又变了那个城市 所有的名胜国籍 大些小笑 我们做着 小夫妻当地生活 随意推翻买菜 有时候越来越来越起来呢 我们就突然不知道自己 生产何处 咱们开工之外就怎样 我经常去一家小咖啡馆 这里的老板呢 是一个温柔的 更多店员 他总是呢 用他的微笑 每个咖啡馆 安定着每个地方 热情的结婚 那有一些呢 我现在倾诉了自己的 困和痛苦 他竟然能听完 然后告诉我 爱情就像这杯咖啡 苦里天啊 都包含集中 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 真正都想要的是什么 他的话 让我瞬间陷入了深思 我现在离开K 轨到我家 老公工作不如一样 要继续度过 我哭着看求他呀 不要去 说我想要玩孩子 他有遇着 有时候K呢 会偷一口打电话 说我死了你 我就不知道 我怎么回来了 其实呢 我也想他了 在这个突然感情经历当中呢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爱情 责任和选择的教训 我知道 无论未来的路啊 怎么样 我都需要呢 勇敢地训练给自己的感情 真诚地对待 每一个爱我的人 也许爱情的路上 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但是呢 我相信 只要我们呢 用心切心的 就一定要同胀老师 很幸福